搬着手指头算一算 剧里小时代三的上映还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呢 不过剧组的宣传已经是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就在最近的一场品牌活动当中 南乡和崇光的扮演者都成为了VIP贵宾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小时代 谁又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呢 前晚的上海众星云集 可无奈压咒大牌张子怡 因被问汪峰全程心情不佳脸太黑 而顺势让他人战尽心机 田姐儿 郭碧婷虽然没有绯闻 但又问必答 自然颇受欢迎 尤其是七月即将上当的 万众主播的小时代三 大家谁会错过呢 因为我在小时代三里面 就有更多元化的尝试 不会像一二都是一个长群 基本上就是有一种 一场换一套的感觉 几乎没有重复的感觉 它挺大的 它会更神秘 更潘多拉 但是在第三集会浮现出 它为什么个性上会有这么多 这么幽暗的一面 或者是比较阳光的一面 都会浮现出来 会让大家知道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你会忘记这个时代 但你会永远记住我们 从曝光的预告片我们可以看到 小时代三是华丽丽的终极版 无论是场景配置 以及人物造型 都可谓是一个质的飞跃 一部时装的剧 它不可能会拍出 那么多的特效的镜头 但是现在我觉得 有很多值得期待 我看到小时代第三部的时候 我发现它把上海拍得 非常的美 它有航拍 然后岩石拍摄 各种的把上海的灯红酒绿的 都拍出来 除了镜头美照 无可挑剔之外 这次小时代三里 还有一个大看点 那就是顾丽的衣帽间 顾丽衣帽间很夸张 这些座位有点太大 我们自己在棚里搭的 搭了两层 我们是用一个360度的 一种形状去打造出来 这是很完整的 这里面有衣服 到包包鞋子 甚至于是每个女孩子 她们自己的一个空间 这边是顾丽 然后那边是 那个下方 她们是姐妹要住在一起 那衣帽间一定是要 能够分享的嘛 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 很局限空间 要搬很多东西进来 我们其实把东西拉出来 然后再打包 我们大概花了一整天 八个人的时间 如此夸张的衣帽间 只在小时代三里出现 超过七千件的全球顶级华服 你说穿得过来吗 这摆明了就是用来看的嘛 但是郭敬明就是有这样的姿态 下血本 看看杨幂 为遮自己怀孕的肚子 所穿的这件红色的衣裙 你就知道 看过你也买不到 因为全球只此一件 在公勋宴会的party上 林肖穿的那条红色的裙子 大家看见经常在雪里面 踩来踩去 然后拖在地上跑 但其实这条裙子 全世界只有一件 是BV的秀台上的那一条 唯一的一条 然后我们接下来拍戏 而这场戏中 杨幂所饰演的林肖 就穿着这条绝版的红裙 与一位神秘男子 上演了一段剧院魅影 小伙伴们也没有认出来吗 其实与杨幂牵手共舞的 神秘男子正是周崇光 应该是一个外国人吧 对 我本来是 本来在戏里面的身份是 作家的一个叫 周崇光的人物 那这一次的戏里面 第三部里面是 这个人整容 整容变成了外国人 会变化蛮大的 小伙伴们终于看清了吧 这就是死而复生的周崇光 七千件华服造就的是 人物造型也跟着大颠覆 整容的周崇光是一绝 就连小清新南乡 也开始妖娆蜕变 我在第三部会比较有多性感的出体验 对 我觉得性感 因为我当下在演的时候 我只觉得我去做角色全是 可是真的看到一些剪片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吓傻了 所以你们看的时候 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吧 因为我自己也都吓傻了 都是她搭配的 她帮我搭配一件服装是我一直最难忘的 因为那件衣服就穿了 就真的只穿那么一次 然后我特别爱 那就是酷起的一件 林格文的洋装 很美很美 而且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肩膀 其实要穿衣服很困难 她那件衣服完全合我的身 我真的很难忘 然后我一直很想再穿到那一件 她就说没办法 你每一套一定都要不一样 印象很深刻 没有想到采访完 郭碧婷还不忘如此娇媚的一笑 难怪男乡变了 仙女也要变世俗了 但其实一部小时代 改变了何止四个女孩的人生 郭敬明为所有人都营造了一场 华丽丽的美梦 但是梦醒来 真实的生活仍旧继续 在严格把控的小时代片场 我们可以看到 即使大家已经连续几天 拍摄12个小时以上 但是认真的态度 以及朋友之间的情谊 是最温存的记忆 拍戏空当只能苦中作乐 但是如果拍戏拍到过生日 到底是该感动还是尴尬 我们已经连续好多天都拍超过12个小时 对 然后今天其实戏很大一场 然后 但是今天又是在一个宴会 今天是公敏 就是公敏那个角色的生日 然后今天是其实本人生日 然后其实生日的时候在工作室 就是我自己是认为世界上尴尬的事情就有前进 可想而知 郭彩杰已经在小时代的剧组里吃了多少个蛋糕 但再尴尬至少是满满的真情和友谊 都请一一收下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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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一个欧阴写 那我们很希望就是在这个最后的呈现时 是给所有就是小时代的朋友更多的经验 然后很辛苦 但是觉得肯定会是值得的 小时代已经有太多的故事 而这次的经验我们静观七月收尾